各位小朋友晚安 你们已经在潜水艇上面了吗 准备好一起到海底的世界听故事了吗 今天要说的故事是 谢谢您福克老师 爷爷高高地举起一罐蜂蜜 让全家人看个清楚 然后拿一个汤匙 升进罐子里 咬一勺蜂蜜 滴在书上 小女孩刚满五岁了 小朋友 你是不是也刚满五岁呢 爷爷温柔地说 站起来小丫头 你妈妈 你舅舅 你哥哥 他们小时候都做过这件事 现在该轮到你了 他把书递给小女孩尝尝看 小女孩用手指沾的沾蜂蜜 放进嘴里 外公问味道怎么样 小女孩说 很甜 接下来全家人像合唱似的一起说 芝士也是甜的 蜂蜜在花丛中采集花蜜 我们在书籍中采集知识 小女孩知道 她终于可以读书了 她很快就要开始学习阅读 小女孩的名字叫做派翠西亚 她很喜欢书 她的妈妈是老师 每天晚上会念书给他们听 她的红头发哥哥会从学校带书回来 慷慨地与他分享 每次去家族农场 外公外婆都在火炉边念书给她听 五岁时 她去上幼稚园 一心想要读书 她每天都看到一年级的小朋友在念书 将近一年以后 她的同班同学也开始念书了 可是派翠西亚 她依然不会 她喜欢上学 因为她很会画画 她用蜡笔画图时 别的小朋友都会围过来欣赏 哥哥安慰派翠西亚说 派翠西亚上了一年级以后 你就会念了啦 一年级了 大家围坐在一起 拿着他们生平第一本课本 我们的邻居 然后念出每个字母 每个单子来 他们读出每一个音 再把那些音平成字 平对了的话 老师就会对他们微笑 派翠西亚看着课本 只看到一堆歪歪扭扭的线条 她一念出声来 别的小朋友就笑她 派翠西亚你在读哪里 她回嘴 我在念书了 老师不等派翠西亚 就叫下一个小朋友接着念 每次轮到派翠西亚念的时候 老师都得帮她一起念出每一个字 别的小孩已经开始读第二本 或第三本课本了 只有派翠西亚还在念我们的邻居 派翠西亚开始觉得自己不一样 她觉得自己很笨 派翠西亚越不会读字 她就花越多的时间画图 因为她真是很喜欢画图啊 或者是坐在那里做白日梦 有时还可以跟奶奶去散步 一个夏天 她跟奶奶在农场后面的小树林散步 黄昏的空气清新温暖 萤火虫开始在草丛里飞来飞去 派翠西亚问 奶奶你觉得我跟人家不一样吗 奶奶说 当然不一样啊 每个人都跟别人不一样 生命是非常奇妙的 你看这些萤火虫 它们每一只野兽是不一样的 奶奶那你觉得我聪明吗 奶奶抱住派翠西亚说 哎呀宝贝 你是我最聪明 最敏捷 最亲爱的小宝贝啊 在外婆的笔弯里 派翠西亚觉得非常安全舒适 不会读书这件事情 似乎不那么重要了 奶奶常说 星星是天空里的小洞 天堂就从洞里露出光来 有一天 它会去洞的笔端 那个发光的地方 一个晚上 派翠西亚和外婆 躺在草地上 数着天堂的光点 有几个 奶奶说 宝贝 你知道吗 我们每个人 早晚都会去那里哦 快点 快点抓住草 否则你会飞起来 然后跑到天堂去 奶奶 它们大笑 两人紧紧地抓住草 免得自己飞走了 不久以后 奶奶可能忘记要抓住草 就飞到发光的地方去了 再过不久 爷爷也放手了 派翠西亚觉得 学校的生活越来越辛苦 阅读是可怕的酷刑 轮到艾琳和汤米的时候 它们读得好轻松 派翠西亚不禁看着它们的头顶 奇怪是有人在那里施魔法吗 为什么我没有 而且数字最难懂 它的加法从来没有算对过 老师说 来 把数字排起来 排整齐 之后再加起来 派翠西亚很想要把数字排整齐 可是 它的数字就像一叠摇摇欲坠的鸡木 它觉得自己是笨蛋 有一天 妈妈说 它在加州找到了一个教授的工作 离它们现在住的米西根农场很远 虽然 这趟搬家之旅足足花了五天 到了新学校以后 派翠西亚读读课本诗 后市怡然结结巴巴 我猫猫猫童 不不不 跑了 它像一个念三年级的婴儿 老师带着大家一起念 然后问派翠西亚问题 他每次都答错 操场上 一个男孩对他大喊 嘿白痴 你怎么那么笨 他旁边的小孩 一起大笑了起来 派翠西亚那么笨 派翠西亚眼中充满着眼泪 他捂住嘴巴 他好想要回外婆的密歇根农场 派翠西亚越来越不想上学 他跟妈妈说 妈妈 我口腾很痛 或是 妈妈我今天肚子好痛 他越来越爱做梦 越来越爱画图 他讨厌上学 派翠西亚生五年级的时候 学校来了一位新老师 他很高 气质 很优雅 大家都喜欢他的条纹西装 和回肠裤 他穿得 好帅哦 史蒂芬 爱丽丝 大卫 迈克 这些喜欢讨好老师的小朋友 总是围着他 可是 福克老师 完全不在乎 谁最可爱 谁最聪明 派翠西亚 画画的时候 福克老师 总是 站在他的身后 小声地说 太棒了 真是太棒了 你知道 你是天才吗 老师这么一说 即使那些 爱欺负 派翠西亚的小朋友 都转头过来 看他的画 可是 当他打坐的时候 他们还是会笑他 有一天 他站起来念故事书 下绿地的网 在他眼中 书上的字 糊成一堆 同学开始大笑 穿条文西装 戴蝴蝶领结的 福克老师说 不可以这样 你们不可以嘲笑别人 你们自己有多么完美 可以随便挑剔 别人的毛病吗 从此 再也没有人嘲笑他 或欺负他了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坐在派翠西亚 后面的爱瑞克 似乎 还是很讨厌他 下课的时候 他在教室门口等他 见到派翠西亚 就拉着他的头发 爱瑞克也在操场上 等派翠西亚 见到派翠西亚 就贴着他的脸 叫他 赖蛤蟆 派翠西亚好害怕 在拐小的地方 突然看见 爱瑞克 他很寂寞 只有跟福克老师 在一起的时候 他才觉得快乐 老师会请他擦黑板 擦黑板这件事 是功课很好的学生 在做的呢 每当他做对了什么 老师就会排排他的背 还会凶狠地 瞪着那些嘲笑他的人 福克老师 对派翠西亚越好 爱瑞克就越欺负他 他带了一群的小孩 在操场 餐厅 甚至是厕所在等他 一看见他来 就跳出来大叫 白痴丑八怪哦 派翠西亚开始相信 自己真的又笨又丑 他发现 如果下课前 举手要求去上厕所 他就可以先躲在楼梯下面 安全地待在那个黑暗的角落 有一天 爱瑞克跟踪他 发现了他的秘密基地 爱瑞克笑他 嘿 派翠西亚 你变成狼鼠了吗 爱瑞克把他拖出去 围着他跳舞 一边喊着 笨蛋笨蛋 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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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翠西亚抱着头 身体缩了一团 突然他听见脚步声 是福克老师 福克老师把爱瑞克抓去校长办公室 然后回来找派翠西亚 温柔地对他说 派翠西亚 你不用担心他会再来欺负你了 小家伙 爱瑞克都取笑你什么呢 派翠西亚怂怂肩膀说 我不知道 隔天早上上课的时候 派翠西亚先把隔壁同学念的内容记住 或者等福克老师先念一遍 自己再照着念一遍 每次派翠西亚念完 福克老师都会说 很好哦 派翠西亚 派翠西亚相信 福克老师不知道 他不会阅读 有一天 福克老师请派翠西亚放学后 留下来帮忙洗黑板 他放音乐 拿出小三明之吃 两人一边工作一边聊天 他忽然说 派翠西亚 我们来玩游戏啊 我来说字母或数字 你立刻用湿海绵 把它写在黑板上 越快越好 老师他大声地说 A 派翠西亚画了一个实实的A 老师又说8 他画了一个实实的8 接下来是 14 3 D M Q 老师念了很多字母和数字 然后走过来 站在派翠西亚背后 和他一起看着黑板 黑板上 乱七八糟 派翠西亚知道 他都写错了 他扔掉海绵 想要逃跑 福克老师 抓住他的手臂 在他面前 蹲下来说 可怜的小宝贝 你以为自己很笨吧 你这么孤单害怕 感觉一定糟透了 派翠西亚他哭了 可是小家伙 你不明白吗 你只是独自的方式 和别人不同而已 你上学这么久 把这么多 好老师都骗过去了 他微笑 你真是机智聪明 而且勇敢的孩子 他站起来 把黑板擦干净说 小家伙 我们可以改变这一切哦 我向你保证 你一定能学会阅读 从此 几乎每天放了学 他都会跟福克老师 和教阅读的派翠西亚 一起留下来 他们做了好多派翠西亚 不明白的事情 一开始 他在沙子上画圈圈 然后用海绵 在黑板上画圈圈 从左到右 从右到左 他们在荧幕上放 一个一个的字母 让派翠西亚 让派翠西亚大声念出来 有时候 他用积木堆叠出字来 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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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字 字 而且 一定要念出声音 这种感觉很好 可是 派翠西亚只会念 一个单子 还是不会念 一整句的句子 他还是觉得 自己很笨 就这样子 过了三四个月 大概 九十天 到一百二十天以后 春天里的某一天 福克老师在派翠西亚面前 放了一本 他从来没有读过的书 然后呢 指着书上的一段文字 奇迹发生了 他的脑中灵光一闪 单子和句子 有了形状 不再模糊不清了 派翠西亚 慢慢的读完了一整句 他走到树下 看到一只兔子 拿着石钟跳了过去 读完第一句 再读第二句 最后派翠西亚 读完了一整段 他读懂了 他终于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派翠西亚 他没有注意到 福克老师 和派翠西老师的眼中 都充满了眼泪 那天晚上 派翠西亚 一路不停地跑回家 他跳上阶梯 拉开前门 穿过客厅 跑到厨房 他爬上 他爬上椅子 从柜子里 拿出一罐蜂蜜 他从书架上 找出多年前 爷爷给他看的那本书 他摇一尺蜂蜜 倒在蜂面上 品尝那甜蜜的滋味 并对自己说 蜂蜜是甜的 芝士也是甜的 蜜蜂在花丛中 采集花蜜 我们在书籍中 采集芝士 他紧紧地抱住 书和蜂蜜 然后眼泪沿着 他的双颊滚落 他不是伤心 派翠西亚觉得 好快乐 好快乐 接下来的一年 小女孩的生活中 充满探险和发现 他开始喜欢上学了 而那个小女孩 就是我 我的名字叫 派翠西亚 波拉寇 三十年后 我在一个婚礼上 遇见福克老师 我走过去介绍自己 也许是因为 我长大了 跟以前长得不太一样 他不认得我了 我告诉他 我是谁 还告诉他 多年前 他改变了我的生命 福克老师 拥抱我 问我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我回答 福克老师 我写书给小孩子读 谢谢您 福克老师 谢谢您 各位小朋友 故事说完了 希望你们和飞飞一样 都很喜欢这本故事哦 写这本故事给你们看的 就是当年 不会阅读的 派翠西亚 现在 她是一个 童书的作家 和画家咯 当然 她还有很多的作品 各位小朋友 如果喜欢的话 赶快到图书馆里面去接吧 晚安了 各位小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